很显然观众朋友对蔡苏惠都有高度的兴趣 我们等一下听听看当事人他们今天的最新反应 蔡英文认为苏贞昌就是一个长者 所以她不觉得说苏贞昌好像有咄咄逼人 苏贞昌今天也讲了 她说她就顺着蔡英文她怎么说她就怎么问 也绝对没有咄咄逼人 我们等一下就来听听看 这是萧美琴 她今天为什么现身来开记者会 今天是520 马总统就职三周年这一天 民进党选择在今天公布幸福微笑短片 由过去这三年来民众真的是痛苦不堪 于是党中央决定用倒数的方式告诉民众 期待2012的政党轮替 而这个希望全部寄托在蔡英文 今天不只公布这个幸福短片 我们所了解蔡英文的竞选总部 即将在7月份成立 地点锁定在台北双城 至于苏贞昌也传出要筹组超越之友会 凝聚绿营所有支持者的力量 单纯吃碗泡面 没有对众统一发票依然很开心 因为距离幸福只剩365天 历平2012 民进党打出幸福的微笑短片 描述一名女子从穷困到等待未来的心路历程 让所有的台湾民众跟我们一起来倒数 等待真正的幸福到来 等待苦日子的过去 等待这种度日如年 一天一天要撑过去的感受 选择马总统就职满三周年的这一天 民进党公布幸福短片较尽意味浓厚 而蔡英文的竞选总部也如火如荼展开寻觅 7月我们会先期成立竞选办公室 那至于说全国的竞选总部 可能要等到说选举的一个节奏 逐渐加温之后 那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我们会择一来成立 竞选总部设在哪是大学问 蔡英不敢马虎 还要有贴近人民的嗅觉 只是现在更传出 苏贞昌在初选后 还要成立超越之友会 苏贞昌开始招募超越之友会人员 新办公室占地200平 而且约一千就是四年 是否打算卷土重来 为2016背水一战 苏贞昌马上否认 我想这个想太远了 想太远了 这过度揣测了 否认要为未来再战 但苏贞昌的动作仍受外界关注 民进党磨刀磨磨磨 备战2012 三地新闻 林务富白乔英 台北财报报道